听到警笛声 扼煞转头就跑 快打警力手持警棍 要在场的人全部蹲下别动 获报扼煞俱众 支援警力也赶到 从后巷包抄 跑不掉的 全被抓到 警方迅速控制住场面 在场的人 有的装蒜 有的跟警察装熟 黑衣人带球棒打算闹事 不只如此 现场更起货西瓜刀信号弹 这些武器都被藏在车底 11号凌晨2点多 新北市板桥一家藏仪社外闹哄哄 超过15名黑衣人到场 现场气氛紧绷 深夜多名二煞手持武器 聚集在这个棋楼 而这边刚好是一间藏仪社的门口 起初还以为 他们是要找藏仪社寻仇 不过店家说 应该和他们无关 平常有跟人家怎么样 没有啦 就是很简单的生意而已 警方逮捕9名嫌犯 包括19岁的林姓祖先 他们共称 是要找一位小龙寻仇 因为先前参加公计 只给槟榔 没给车马费 只是还没找到人 就被警方逮捕 当场查获9名嫌犯 那在现场也取货一把西瓜刀 及信号弹一个 全安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移送新北地方法院裁除 扼杀案也打算寻仇 计划却被警方抢先一步拆穿 虽然没惹事 没砸电 但已经让左邻右舍 饱受惊吓 记者 潘嘉宜 陈玄 新北市报导 因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金石 吉他拓捕 您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请不吝点赞 订阅